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资本利得税现在的财政健全小组召开 本来它是一个幕僚的组织 这一召开大家第一个话题是要开征资本利得税 所以在各报都是一板头条 那么资本利得税税改第一优先 那么税改第一优先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做 那么造成台股 那么在礼拜四大跌了165点 盘中大跌229点 我们回来看这个报纸的头条叫隋放空 然后是本利得税 财文到楼梯响就跌好大 这个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连结来看的话 大家会觉得奇怪 这个税改才刚开始 股票怎么会跌成这个样子 在礼拜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经指数下跌0.65 那么南韩的这个 南韩的这个综合指数下跌0.85 但是台股市盘中最大跌幅2.85% 那另外在OTC的部分跌掉百分之4.6 这情况比其他周边国家都来得要严重 那么很多官员也许觉得说 这正所税还没客战 大家为什么那么紧张 但是大家了解 第一个呢大家把这个现在的租税公平 那么大家把它朗朗上口挂在嘴边 但是我想在这个礼拜的这个金周刊当中 我看到李冲昂先生有一段话 我觉得是可以大家来参考 他说财政健全小组 正在就六大税改议题开始聚焦开会 成员结构看不到成就台湾 累积30年来外汇存底的流血流汗的跨海征战 优秀企业家群乖乖贡献税负的股市交易者 充满着颓尚与焦力 拼离台湾主流价值的小组成员结构 会把台湾最珍贵的核心灵魂 企业家的热情杀入殆尽 瞄准资本利得就叫公平吗 资本主义能够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他的精髓不过是 un fail is fail 那他说努力者跟不努力者如何公平 待在台湾生活跟跨海征战 以异种族群流泪流汗杀戮如何公平 拿着锄头入本土土地耕种者 以搭飞机拎着公事包 异地商战厮杀如何公平 台湾结构回谨农民 税制随者 上班族社会随者 以那些不努力 且永远要求公平的先销者 台湾的外贸益存度超过百分之一百 这么重要的税改税制改革内容 企业家居然被排除在外 台湾对外扩展版图夸扬 征战的生命热情如何来延续 我们以后如果告诉后代子孙 那么航海民主就是跨出大地的来自约 那这个是李中澳先生在这一期金座刊 他发表的专文 我相信他对资本利得税 他是耿耿以怀 我们来看到为什么 一般的台湾的股民 听到资本利得税 这个脚都会软 那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 回溯在1988年 郭婉荣当财政部长的时候 当时股价从8787点 一路暴跌到5156点 当时是连续19天无量暴跌 在那个证手税冲击当中 那一年的这个证手税 总共克到60亿台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股民是哀嚎遍野 那么台湾从民国51年到现在为止 那么开征证手税 开征过三次 但是最后都是非常惨淡的这种收藏 这个收藏现在只要听到证手税 那么大家其实非常的害怕 就是政府官员在整个股票市场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了解 为什么股民听到证手税会这么样的惊吓 那么这是在过去这50年当中 有三次证手税经验 都让大家出现非常不愉快的这种经验 那到底税改怎么来公平 怎么来克 我觉得这是如果这个财税小组 讲好一个方案 由财政部长来宣导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如果天天在那边讨论 然后告诉你说我9月份 才会做成决议 那等于是在每个投资大众头上架齐的一根关东 这个大刀随时要砍下来 这个资本市场不崩溃才怪 我是觉得说在目前马总统所领导的财经的部门的官员当中 一定要了解民间疾苦 这个在这个整个决策过程当中 你怎么让老百姓有透明化 然后对未来有所展望有憧憬 不是天天好像拿着大刀砍人头的样子 我相信这个税支是不会成功的 那第二个我们回来看看 在这一次的这个郭台铭的 在整个入股下谱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普遍得到外资高度的评价 这个评价我觉得是在这一次 在连日抗航当中 那郭台铭开出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枪 那么他做成这个决策之后 这一次鸿海市以每股550块日元 他入股日本的夏普 日本夏普最惨烈的时候 股价掉到467块日币 这个事件揭露之后 现在的夏普的股价已经涨到614了 那么等于是在郭台铭这次的行动 得到外资圈非常高度的肯定 外资把鸿海目标价调高到146 在最近的时间 我们看到包括郑所税的冲击 鸿海的股价也涨到117块了 那么这是市场上给郭台铭非常高的掌声 原来我们对于中国的廉价劳力 享用到尽头 可能鸿海的低价毛利会受到压缩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 大几出几之后 我相信大家给他的掌声是大的 那么我们非常乐观期待 在这一次鸿海跟日本之间的一个结盟 那么今天的单元 我们要回头看看 在最近大家非常热烈讨论的 整个中国在两会进行当中 温家宝宣示 中国的宝宝宣布弃手 那么等于是他8年来 中国的经济成长一直都在宝宝 而且都是两位数以上 那么到去年9点 但是在这个两会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减速 上个礼拜我们找李中奥先生 也看到东协市场正在崛起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 在过去两年对中国的 不断的调长工资 对中国的生产基地角色的 马凯教授 要回头来看看 中国在他的廉价劳力 生产基地的优势 慢慢消失之后 整个未来世界经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巨大演变 一类的单元非常精彩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 马凯马教授 马老师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另外我们孟州社长 谢社长还有马老师 各位观众好 好 我想在这次两会当中 我们这个李社长是到大陆去采访 待得蛮长的 所以我两个礼拜前要找你 你刚刚正在大陆采访 现在回来了 我们来看到两会开完了 那这段时间在政治上 比较大的一个议题是 这个薄熙来的事件 所以我们看到16大那个神系统 17大是这个陈良宇 18大现在被薄熙来 所以这个每一届好像都有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大的引爆点 那你看到了在两会之间 透露什么样的内涵 另外一个 温家把这个地方的 这个放弃宝宝7.5% 你有什么看法 你把实地感受到的 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 跟各位报告这个去采访的心得 我是3月1号就到北京 一直待到3月16号才回来 那个中间就是主要采访这个两会 有几个现在印象很深刻的事件 回溯一下 3月5号上午 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温家宝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就提出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要降为7.5就刚刚老谢也说过了 这个就轰动全世界 再过来几天 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出来辩解 这个出来为他的这个立场辩护 他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 就是有人要往他身上泼张水 泼张水 对 那到3月14号 这个两会结束 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 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 他说要坚持打房政策 他讲大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降到合理水平 我听到这句话就知道 那个股票是大陆股市大概 不太容易了 对对对 又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 好 那3月16号我要准备要回来了 早上在旅馆在收行李 看那个电视台打出那个跑马灯 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 重庆市委书记 哇 吓一大跳 那时候要回来 我就回来以后才看这个新闻的发展 我想这样 这两 把它归类两大事 两个重大的事项 一个是大陆经济的调整 一个是薄熙来事件 我不分开讲 我想把它结合在一起讲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关系 怎么说呢 薄熙来他的这个事件 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政治斗争的层面 一个是经济路线的层面 政治斗争我就不说了 因为报上灯很多 经济路线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 因为这几年 大陆经济发展的这个 路向的偏差 很多后遗症 造成这个利益分配的不均 造成这个利益垄断 所以社会上 有很多基层的民众 有一股不满 薄熙来就抓住这样的一个心理 一直突出自己的这个 左派的形象 唱红歌 我是代表这一群人的 他是借这样的一个诉求 来把他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要开拓他未来的换图 我应该这样说 薄熙来其实早在十七大 从这个商务部部长 调到这个重庆市 我就觉得他那时候 是已经有被贬了 那他到重庆 也许他认为说 我就用这样 重庆这个基地 对我好好把自己再重新再振作起来 他后来的方法就是 突出这个 左派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个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路线 冲击到现在 整个中央 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 整个领导班子的 他的将来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方针 所以造成碰撞 那这个 我没有想到 在这一次两会结束以后 中共中央这么快就把它处理掉 那这表示说 这个问题 路线的这个增值已经凸显 非常凸显 必须要赶快做解决 那有趣的是 薄熙来这样的 这个事情把它处理掉以后 大陆的路线 反倒 已经包容了这个 刚刚讲的那种 稍微比较有点左的这样的路线 过去是高度的经济发展 现在呢 强调公平 所以才有刚才讲的那个GDP 降为7.5 还有呢 这大黄的政策 我觉得现在中共中央 是把左右两个 把它综合在一起 综合在一起将来就会变成一种 看不出来 到底你的这个主轴是走向左 或者左向右 所以我比较担忧的就是说 将来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方针 会不会有一个何具何种的问题 速度一定放慢了 对 但是那个内容 现在我要请教孟周一 我这一次我是觉得 在看薄熙来下台的过程里面 都看政治层面 但是